欢迎回到阿柯在路上的频道 今天是巴西的9月7日 他们的国庆节 在这么盛大的节日 我打算跟着王哥去里约的北部市场 是他们巴西北部的打工人士所创立的一个市场 那么我们就去那里看一下有什么特色吧 来李爷快一个月了 这个板子也是王哥提供的一个注释 他真的在这一页帮助了我很多 这帮我帮委员日劳前证也是让他焦头烂耳 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只能在视频里面对他说一声谢谢 现在打开门了 哇你看这阳光明媚 这边的气候是很好很宜人的 所以说在这一个月真的很享受 一下来可以看到大家全部都拿着巴西的国旗 是啊果然是国庆节他们的节日气息很浓厚啊 这里就是一般内马了 哇可以看到海边好多人啊 果然是国庆节啊 军舰都出来啊 哇他军舰出来干嘛呢 哈哈 哦两艘啊 是驱逐舰还是 哦应该是驱逐舰吧 他他不算新航舰啊 新航舰就到了 这个北部市场看起来外观那就有点像足球场啊 哈哈 现在从这里进去啊 以前在建造的时候我以为是足球场 足球场是吧 哈哈哈哈 那旁边以前这边是很多瘫痪啊 东北老乡下瘫痪啊 啊 是 以前很热啊 是 那个 在活牛啊 活猪 活羊 哦都有啊 哎都有 不是不是这边在就是在 在外 也就是在他们他地方摘完之后 做新鲜 新鲜来了这边来 那政府市政府现在已经 已经就是说禁止 禁止就是 生鲜 这种就是猪肉了 牛肉 羊肉了 都禁止在这个摆摊 一定要在那个集中 集中在那里面 哦要进去呢 还是需要在这里买票的啊 这边是10块钱一张票 哦他是一个很集中的东西 什么都有啊 哦对都是东北特产 哦东 巴西东北啊 不是呃 中国东北啊 呵呵呵呵 是 东北特产 东北特产 是 虾子 海虾 哦这边有香肠 海虾 这个是奶酪吧 这个奶酪 奶酪 奶酪还不一样 啊 菠蘿 这是一个那个甜的蛋糕 哦甜的蛋糕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 乳肉 我们大陆说那个三药 哦三药 对我们大陆台湾去说三药 哦三药 哦三药 对这是蜂蜜 这个还还可以啊 二十到十几块钱左右 是 真假了是吧 对反正三叶地方都有真有假 这个甘蔗酒 哦东北的甘蔗酒 对甘蔗酒 你看 对 它是 两公升是十七块八币 哦 两 两升 十七八币 十七八币 就是一杯一小杯的话就是一块钱 一块钱 这边都是甘蔗酒吗 这一排 对大部分都是甘蔗酒 甘蔗酒 对对对对 就是甘蔗酒 甘蔗酒是不是有点类似于古巴的兰姆酒 对对对 兰姆酒 对对对 兰姆酒 那古巴也是出产干这种 是啊是啊 多米丁家也是 是 是 哦 OK 他说他是卖他这个 对对对 他是他买去卖 买去卖 哦他买去卖 哦 哦 来这里进货 哦 是地瓜 啊对 地瓜 是地瓜 巴西的东北人啊 哈哈哈 巴西咸肉 是东北的咸肉 哦 咸的牛肉 哦是咸的是吧 咸的牛肉 哦 这个什么 乳肉 乳肉 奶酪 奶酪的油 哦奶酪油 对对对 哦 第一次见 奶酪油啊 哈哈哈 泡的辣椒啊 好多种不同的辣椒啊 哦 哦 这个辣椒够辣了 很多种类 这个我也不会讲 豆子 豆子 他们他们 都别的很喜欢吃 好多不同的豆子啊 对 很多种不同的 对 他们就是对那个咸肉 对 咸肉我说是 煮白饭 咸肉白饭 他们就是 他们特别喜欢吃 哦 哦 能闻到这种香味啊 它是咸的牛肉 咸的牛肉 就是腌制的牛肉 对对对 不是 也不算腌制吗 就是放盐 就是腌制 腌制风干那种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味道闻起来很香啊 对 他们外国人很喜欢 在巴西 啊 很喜欢吃咸的牛肉 等一下我可以带你尝一下咸牛肉 哦好 它这个就有点 类似于呃牛肉干吗 又不像 不是牛肉干 等一下我 等一下我叫我 好 叫我朋友帮你弄一下 哦好好好 价格是35块钱一公斤 哎 现在就剩下 两三家吧 是 最多三三家 三十家 这个以前都做了很大的 现在不行 因为景气 景气不行 真的太 太差了 太差了 哦 所以说 这十年之前比较 比较的话 就是天上司酒 哦 好 这是甜酒 哦甜酒 哦甜酒 这是这个牛奶酒 牛奶酒 尝一下 哦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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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是铃 多是铃 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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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嗯 酒味 对有点类似于中国呃就是喝那个叫什么甜力酒叫什么 这跟中国东北人一样是很热情啊 还一直给你大不同的几个点试 这个是薄荷味的哦 对对对 薄荷酒 哦 薄荷酒 他也要请了 我们说不要 他又要给我们道别的 这一辆10分钟 一 二 三 四 四 七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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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你把这个酒还在手指下面 10秒钟之后你再吞下去 但是味道不一样 我试一下 这个45块钱8B一瓶 对是用Alex自己做的 那做的很好很好 对呀 这里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广场 也可以是一个表演的地方 就跳舞 他这里可以开到很晚的 开到凌晨三四点都有 也算是五六点钟都有 也算是他们东北的一个社交场所 社交场所 对对对对对 就是说他们找异性同伴的话 只在这边比较多 对对对对对 礼拜五礼拜六 对对对对 人很多 人上这牌不急买 中国货 就是我们中国货 哦 中国货 中国货来的 好吧 因为 东北市场嘛 还以为是他们巴西东北部的 结果还是中国货 这都是大路造的嘛 都是大路造的 哦这样子啊 好吧 那个球衣都是我们大路造的 大路造的 对 对 这里还有一台扫码的唱歌机啊 这个店开了22年了 他们认识都20年了 送了小菜 哦送了小菜 哈哈哈 拿了还不错哦 对 口感有点像吃肉的感觉 那东北跟呃就是南方的口音 是不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哦 南方的口音 跟圣保罗的口音 跟里约的口音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圣保罗的口音 是独色的意思 里约的口音 也不一样 所以说每个州每个州的口音 都不一样 哦这样子 像我们这个 我不要说我老巴西 我就说大部分的在巴西 有很久时间的嘛 他就可以昏迷住 哪一桌 哪一桌 哦这样子 对 比如说你电话打进来 啊 我们就知道你是圣保的口音 或者是南部的口音 南部的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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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北部的口音 很多我们都可以听出来 像那个电信公司 网上传销那边 大部分都是东北的 哦这样子 东北的口音 我们一定都知道 哦 这个差别真的 OK 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菜的分量 就是很大 很实在 是 那这是东北叫香菜 东北了 东北他们那个 他们大部分就是说 很多人从东北移民到这边 啊 礼拜六礼拜五 他们就是说 放假的时间 礼拜天 他们都 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九 东北老乡 都会到这边来消费 因为他们要吃 他们那个 饮食习惯 是是 不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常常 家乡味 就像我们 中国大陆 对 家乡味 台湾家乡味 就是说 这个差别很大 所以说他们 这个地方就特别吸引 他们东北人过来 东北老乡 所以说 那他们的性格是属于什么呢 那他们的性格怎么样 性格是这样子 东北人他比较朴素 老实一点 老实一点 老实 很朴素 很老实 那里约人呢 就比较狡诈一点 这样子 还比较狡诈一点 那圣保罗就是比较平庸一点 好 那南部人呢 就是很小气 这样子 南部人 非常小气 小气 非常小气 他天性的关系 因为我 我以前在那个一个 巴西大公司 打工 就派我到南部去了 是 南部去 我深深感觉到南部那个 这个 他那个 公司习惯呢 还有那个 这个 这个 好像就 特别啊 就是说 也不是说他小气 就是说特别 捷径一点 特别捷径 所以说跟李约 这个 是什么人 跟东北人是完全不一样 不是他好 那是 南部人他比较说 比较手法一点 手法 手法 他比较手法 比较手法 比较手法 东北人就比较差一点 是 李约就是差很多 上方的也差一点 那南部人他比较手法 是 咱们都别 那些 大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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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就是咸牛肉 然后奶酪 奶酪 奶酪 这个是那个 东北的那个 乳酥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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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人都喜欢吃这个 都喜欢吃这个 一开始还以为是牛肉干的味道 完全不一样 它这个是很嫩的 这一份菜的口感实在是太丰富了 这个是咸猪肉 这个是咸牛肉 然后奶酪 木薯 还有青菜 这个是木薯粉 炸的 变辣椒 哇 它这个食物的口感层次很丰富 对它不是说巴西也喜欢吃 我的朋友从国外过来的话 对 他也 是 加拿大 啊 美国 欧洲 他们都喜欢吃 这个是奶酪油啊 哦 谢谢 谢谢 刚刚尝了一下 这个是热的奶酪油啊 哇 这个放一点在食物里面 真的 就是这个食物里面 特别好吃 就是那种飘着奶酪的香味的 咸牛肉啊 这玩个实在是太热情了 我只是问一下他 奶酪油是怎么做的 他就跑去问老板娘怎么做的 这就是乳肉油 哦对 乳肉油 乳肉油 乳肉油就是说一种 做乳肉上面上升的 或者就是说牛奶啊 啊 花酵牛奶之后啊 对 花酵 花酵之后上面一层油啊 就是说 就是跟乳肉油差不多 差不多啊 牛奶花酵之后呢 上面一层油 哦 就这个 哦 这老板太热情了 他又给我们 拿了小吃 还拿了 很有特色的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蜂蜜 蜂蜜 啊 哦 这个奶酪放点蜂蜜进去啊 让我们尝一下 他们特色的吃法 哦 非常蜂蜜 嗯 可以可以 哦 还是一点奶酪香 咸中再一点 哎 蜂蜜的味道啊 非常蜂蜜 对对对 蜂蜜的丰富 现在来到这里呢 就是马拉卡纳 呃 体育馆啊 是这边最大的一个体育馆 今天晚上也是有赛事的 特意王哥带我们来这里看一下 然后给大家安排一下吧 每个人和我的心 每个人都不是心 每个人都觉得 都说到 每个人都过来 这个人都想到 这边 能够尽 能够尽 想到 座 之载 也能够尽 在那个体育馆旁边就有个中国超市 我们进来看一下有些什么中国东西卖啊 在中国的酒这边都有的卖啊 这五蓝叶是280 琵琶刀是120 这边是中国客户多还是 现在一半一半吧 我看巴西的也有 还挺火的感觉 我现在也喜欢吃中国东西 是哦 在里也算最大的一个中国超市 东西挺钱的 什么都有 他在圣宝楼有总店在圣宝楼 哦总店在圣宝楼 哦他是连锁的 对连锁 哦连锁 他们同个老板就连锁 好广东的凉茶15 哦这是海天酱油的价格 要买一个的话是90块 他是10.5升的 买两瓶的话就150就便宜一点 这普通的酱油在18块左右 然后蚝油再12 这个算挺公道的感觉 香港胡麻油 但是是在巴西制造的 是圣宝楼制造的 哦圣宝楼制造了 75 这么这个卖挺贵的 这个很香 很香 这个上海青11块 这个大陆的榨菜5块钱 东方树叶15 东方树叶被评为最难喝的饮料 你知道吗 王老吉 王老吉 8块5一块吗 一块一块 哦好贵啊 哈哈